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判得十分公正啊 主司 要是觉得他们判得不对 奴婢发回去叫他们重判 你是想让他们判得再重点还是再轻点 雷霆雨露 莫非天安 主司怎么定就叫他们怎么判 猜猜 主司心比天还大 奴婢哪敢猜 你猜 家境如鬼魅般变化的心思 再次让陈红不知所措 就在刚刚 陈红哼着小曲迈着小布 赖给家境汇报工作 主司 刑部将随案定了 在陈红看来 自己替主司除了海瑞这个祸患 老祖宗的位置算是稳了 家境一不接揍本 二不搭话 只拿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把陈红盯得是心发慌 腿发拔 他实在不知道这个魔人的老妖精 又那根筋大错了 于是又更加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启奏主则 三法司定的罪名十分明确 那个海瑞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罪名判了绞刑 秋后处决 王用吉木无君父 以彭党罪判账八十留三千里 也在秋后发配 家境继续长气氛发酵了一会儿 才阴阳怪气地问陈红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判得十分公正 陈红已经听出这话里有话 要说他的反应已经够快的了 马上表示 您要是不满意 那我打回去 让那几个狗日子重审 谁料家境仍是阴阳怪气 你是想让他们判得再重点 还是再轻点 主子怎么定 就叫他们怎么判 你何不干脆说呀 好人由你们来当 恶人要朕来做 奴婢还有群臣 都不敢有这个心思啊 心思都用到天上去了 海上去了 还说没有这个心思呀 朕问您 什么叫做豪雨之时节 什么叫做海上升明月呀 这件事你昨天 为什么不向朕臣造 陈红彻底呆住了 像块石头 如果连豪雨之时节 海上升明月这样的谈话细节 皇上都知道 也就意味着 自己在豪王府的一举一动 皇上全都一清二楚 回想着自己昨天在豪王府里说过的话 相当于是直接把沙海瑞的帽子 扣在了皇帝头上 而家境呢 就像一个抓住老公出位证据的妻子 不断地拿话叹你 不断地用言语讥讽你 看着你用一副诚恳的嘴脸 用一副委屈的表演 恬不知耻地说下话 然后当面无情地拆穿你 走了个旅方 来了个人 又想学旅方 朕宏朕告诉你 你想学旅方啊 连影都没有 旅方和朕的儿子 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从来都不瞒着朕 你却瞒着朕 你以为旅方那样做 结果被朕赶走了 那是啥 那不是啥 那是小杖兽大杖走 小杖兽大杖走 出自孔子嘉瑜 代表的是孝子挨打时的态度 打得轻了就挨着 打得重了就跑路 跑路不是为了自己 是害怕被父母打死 败坏了父母的名声 嘉靖之所以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他认可了旅方的处事态度 旅方的眼里只有嘉靖 他不在乎欲望登基后 会不会夺走自己的权利 而陈红的眼里却只有权利 他不在乎这个权利是嘉靖给的 还是将来欲望给的 旅方临走了心里都明白 别看有那么多人管他叫老祖宗 他永远都是奴才 旅方聪明就聪明在 虽然把冯宝安插到欲望府 但是绝不瞒着嘉靖 他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没有手段 如今他走了 你陈红又跑去跟欲望示好 事后还不主动汇报 你这是学旅方又学得四不像 嘉靖虽然有些阴阳怪气 但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想处置陈红 毕竟一把好用的快刀 也是极其难得的 那么他会如何敲打陈红呢 你以为你是谁呀 会做媳妇两头门 玉王妃李氏那才是我朱家的媳妇 她要满门阵倒也罢了 你也想做我朱家的媳妇啊 摸摸你的剥了壳的鸡蛋脸 够格吗 太监呀 真不是人干的活 摊上聪明又心机深的皇帝 就更要命 陈红自作聪明惹恼了嘉靖 举起手就抽自己大耳瓜子 真要长嘴到私里建东厂去长 陈红硬着头皮狡辩 嘉靖却懒得搭理他 拿住笔来 能让自己干活就是态度有所缓和 陈红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滑贵 把身子身的笔枝递上朱笔 可越是想极力表现 脑子和手脚却好像越不够用 最爱 向来手脚麻利的陈红此刻翻了半天都翻不开 嘉靖大爷呢也是带着气性 打了个大叉就把笔扔了 这可难倒陈红了按照惯例 打勾表示同意处理意见 不同意的就打回去重新提报 您这临时搞的创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陈红是问也不是 不问也不是 酝酿了半天 最终还是壮着胆子 颤颤巍巍的情势 求主子明示 奴婢也好给内阁和刑部传旨 他们不是会猜吗 让他们猜去 你不是也会猜吗 猜猜 朕会派谁去看大牢 看着那个海瑞和王永吉 主子心比天还大 奴婢哪敢猜 你猜 陈红想的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自己这个长印太监 恐怕是干到头了 将成个老头也是有可能的 主子万岁爷 是不是想叫奴婢去看大牢 再猜 陈红这会儿恨不得把脑人扣出来 突然想到 嘉靖可能对自己搞旅方的人有意见 脑子闪过今天进门时 那个给皇上熬药的胖子的身影 怎么看着那么熟悉 于是咬着牙继续猜到 回主子 镇抚司赵玉原来一直归朱七管 主子的意思 是不是想把朱七和齐大柱都给放了 仍然让朱七去看管赵玉 让齐大柱去看管海瑞王永吉 你不是说朱七 齐大柱都和海瑞有勾连吗 陈红明白 自己这算是猜对了门路 赶紧说自己当时维护主子心切 现在早已查清 朱七七大柱没问题 然后顺着这条思路 说黄瑾不过是蠢职了些 奴婢一并恳请主子 把黄瑾也放了 让他依旧来伺候主子 放黄瑾 哪里还需要他求 虽然脸上还带着新鲜的五指印 但黄瑾早已被嘉靖放了出来 正在外面熬药呢 就你这点道行都降服不了 朕早就不要做这个天子了 借着海坠的事在宫里整李方的人 用自己的人 朕告诉你 李方伺候朕四十多年 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人 你今天能猜到这一点 就还有药可救 陈红侥幸过关 高兴地擦着满头的汗 但嘉靖的算盘打得很清楚 他还需要陈红帮自己干脏活 但陈红已经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 把他留在身边的风险太高 所以贴身伺候自己的任务 就只能全权交给胖苗了 黄瑾 随着嘉靖的呼唤 黄瑾一瘸一拐地走进来 皇上的状态也马上变得更加松弛 远看风白荷叶 近看并马歇蹄 至于吧 黄瑾还是那副见像 回主子 怕主子臭着烦 奴婢这还忍着呢 说归说 闹归闹 看着黄瑾给自己熬药的背影 家境关切地说道 慢点走 这一生中带着帝王的无奈 这一生中带着发自肺腑的关怀 这一生中 或许还带着一句对不起 一句谢谢你 黄瑾回骨头 露出他那标志性的温暖笑容 似乎在微笑着对屏幕前的你说 别忘了留言关注 点赞 爱妞 莫不打 你告诉朕 还有谁没有给师爷的视频点赞 朕不会追究你的 告诉朕 朕赦你无罪